来看英国的强风暴 英国南部28号凌晨遭遇飓风级风暴侵袭 据美联社报道 风暴造成至少5人遇难 另有大面积断电及交通系统瘫痪情况出现 风暴已经于当天下午离开英国 28号早晨 暴风雨席卷了英国西南部多座城市 左道之处天空灰蒙蒙的一片 狂风携带巨浪冲上海岸 经过英国当地环境部门检测 当地最大风力高达每小时159公里 一棵被吹倒的树砸中了一栋房屋 造成屋内一名17岁女孩死亡 另外沃特福德一名正在开车的中年男子 也被突然倒下的大树砸死 暴风雨给英国西南部多座城市市民的出行 造成了极大不便 不少道路因为洪水被迫封锁中断 至少40条地铁线路被迫停运 伦敦西斯罗机场28号当天取消了130架航班 环境部门提醒当地市民 如果不必要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此外这次的暴风雨还造成英国南部 4万户家庭停水停电 27号英国东南部的萨塞克斯郡 遭遇了强降雨天气 当天下午一名14岁的男孩 从萨塞克斯郡的一港口下海游泳 下落不明 英国海岸警卫队随后展开搜救工作 但因为天气状况恶劣 搜救工作于27号晚上暂停 目前小男孩生还的几率恐怕非常小 英国《每日邮报》认为 这是26年以来 英国遭受的最强的一次暴风雨 1987年10月 英国东南部迎来暴风雨 造成18人死亡 给英国带来15亿英镑 约合人民币150亿元的巨额损失